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等于零等于这项就没有了 等于是不起作用的 满足一般向大于等于零 我们就把这个技术称为正向技术 显然正向技术的部分核是单调增加的 当然了 你这个正向技术的部分 如果SN和SN加1你加一项上去 这项是非负的 当然肯定后面部分核的SN加1 是大于等于SN的 因为你加了一项 这项不是负的 那么马上就可以用到我们以前讲的单调有界 单调增加的数列 它什么时候有极限呢 正向技术的一个联散性的判别就出来了 正向技术如果收敛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谁呢 部分核有界 比刚才的要好一点 刚才那个做 我们讲什么时候收敛 极限存在 极限存在 有的时候我们要把部分核去求极限 对吧 现在好一点 现在只要部分核有界 也许这个极限求不出来 但是我只要知道它有界就好了 所以正向技术收敛 充分必要条件是部分核有界 部分核有界 那讨论起来怎么样 简单点了 简单点 好 下面 讨论P技术 它的联散性 这个技术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非常重要 也就是在我们这堂课里边 在我们这一章里边 甚至于 在讨论技术的时候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参照物 是一个参照物 因为我们往下面讲的时候 经常要讲比较 就是这个技术啊 我们不大知道它是不是收敛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和一个已经知道收敛的技术去比较 用一些比较的原则来判别这个新的技术是收敛 那么我们经常和谁比呢 和这个技术 这是一个标感性的技术 当然还有一个技术就是等比技术了 这是一个标感性的技术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看看这个技术的收敛和发散 怎么来讨论它收敛和发散 请注意现在是正向技术 正向技术收敛 我们不一定要求和了 请注意这个技术要求和也不大好求 这个技术要求和 这个技术要求和好求吧 不大好求 对吧 这个技术 你看 这个技术 Sn 等于谁 等于 1的P次方分之1 加2的P次方分之1 加上3的P次方分之1 这个要求和不大好求 对吧 如果倒过来 我估计有的人还会 特殊情况会求 倒过来是 1的P次方加2的P次方 3的P次方 对吧 倒过来 P如果等于1 可能在座每一个人都会求了 对吧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对吧 高4就会求 小学一年级就会求 对吧 高4大家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对吧 他一加到50 老师叫他做 他很好就 很早就做好了 对吧 老师不怎么在乎他 这个小孩子可能不行 对吧 不乱写什么 最后发现 他做得比谁都快 而且做得准确 对吧 那么 所以我说倒过来再做各位 P等于1都会做 如果P等于2呢 有很多人会做 P等于3呢 有少数人会做 P更多呢 可能不打心了 对吧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所以这个技术要求和 显然不好求 P是个 P是个大于0的数 P是个大于0的数 我们通常考虑P大于0 通常考虑P大于0 P小于0不用说了 肯定发散了 好 那么P小于0 这个一般相不去0了 不用说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那怎么求怎么办呢 要加起来是不好加了 但是请注意 有一个条件叫做 部分和有戒 它就收敛 部分和无戒 它又发散 对吧 好 我说现在有一点很简单 P等于不要说了 P等于发散 刚做过 P等于发散 就是P等于1的时候 它已经知道 它是发散的 它的部分和是无戒的 对不对 好 首先 P等于1的时候 已讨论过了 发散 对吧 结束发散 所以部分和无戒 为SN什么样 一定去无穷的 好 这个讨论 讨论完了 这个结束一定是去无穷的 那么好 我说有这一条 就有很大的好处 至少有一些情况 我已经解决了 想一想 P在某种情况下 我就解决了 大于等于0 大于0也可以了 为什么解决了呢 好 P如果小一 那么好 请注意 这个SN 请注意 那么当然第一线还是一样的了 第一线是一样 是这些东西了 是一 我把它解下来吧 请注意 这个时候怎么样 P是个小一的数 我们举个例 比如说开方 P等于2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开方了 三分之一就开三次方了 总是小一的 请注意小一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就会有这一条 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这个用一下中学里讲的这个指数函数 对吧 这个相关的性质就行了 对吧 现在指数P怎么样 P是小 这个函数可以认为是P次方 P次方 密函数 密函数 对吧 那么好 看一看 这个 现在这个密是小 P如果是 P如果小一的 对吧 那么这个里边的函数 这个 不是P次方 是不是指数函数 对吧 就是指数函数 比如说是三分之一的X 对吧 三分之一的X 那么好 这个X 等于1的时候 和X小一的时候 这个指数函数 这个指数函数是什么样 是个这样的曲线 对吧 因为这后边从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开始 这个N分之一开始 都是 这个底都是小于1的 所以这个曲线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把这个指 把这个底 适当放大以后呢 反而缩小了 好 指数放大以后 反而缩小了 指数本来是小于1的 对吧 放大放成1 反而小了 好 那么我们就行了 这个东西请注意 它是无界的 它是无界的 那么它怎么样 它当然无界了 所以 上面已经有了 好 所以呢 这种情况 SN怎么样 也俱正无穷的 所以怎么样 所以结束发散 这个比较简单 这我们就用了 推出来 P小于大于0的时候 是发散 好 这第三种情况 P大于1 P大于1呢 用上面这个方法 是不行了 为什么 如果用上面这个方法 这个地方 倒过来了 倒过来 那大的发散 小的不一定发散 对吧 这个符号变成这样的符号了 那么这头是无穷的 跑去无穷 那边呢 你不敢说 小的 我比你小 大的跑到去无穷 小的不一定去无穷 这就不行了 这个方法不行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那这又怎么样呢 好 我们下面采取这个方法 SN 等于我们又再写得慢一点 是1加上2分之2的P次方 加上3的P次方 加上 一直加下去 现在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看成一个戒分 看成一个戒分 对吧 都 这是个数了 这是个数了 这个数呢 我们把它看成在 一个 单位长度上的戒分 单位长度上戒分 因为这是个长数了 那么就等于 就等于 这个数 乘上区间的长度 好 下面我们就来把这个地方 来讨论 来研究一下了 我写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研究 把这个东西 要把它加起来 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不好加了 其中某一项 比如中间一项 这边拿一个叫 k分子1的P次方 这个数 这个数是谁呢 这个数就是 我写一下了 就等于 n-1 到n k的P次方 做戒分 你说对不对 长数 做戒分 在区间长度 是1上面 做戒分 这出来就是这个数 现在我做一点小小的 又要来了 刚才我们说了 这地方 刚才我们 如果一放 把这个地方 如果放大 如果这个地方放成它 我们是不行的 因为放成它 它是无界的 放大了 大的无界 小的不一定无界 那么我们现在 能不能放的小一点 能不能放的 稍微小一点 放的小一点 放的小一点 这个请注意 是在k到k 从这到这 对吧 比如3 我这地方重新写一下 这地方不要写成n 要写成k-1到k 可能这样好 好一点 这个 对吧 你看 这个 这个数 比如说这个数 我可以写成是 2到3解分 这个数解分 比如这个 我可以写成1到2解分 这个数解分 对吧 按照这个规律来写这个数 大家先把这部看明白 对不对 对吧 就是 相邻的两个自然数 然后这个自然数的倒数的p次方结合 现在p大于1的 那么好 请注意了 现在这个数 你看 这个数现在是 这个常数 这个是k 分母上是k 那么 在这个区间上 如果我把这个k换成x 请注意 你看这个数和下面这个数 谁更大一些呢 想一想 想一想 这个是k分之1的p次方 这个是x分之1的p次方 对吧 这个是k 减1 这个是k 没错吧 这个k分之1 当然这个数怎么样 k分之4个 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 这个 这个是个倒数 函数是个倒 倒降下来的 现在p是大于1的 所以x的p次方 xp次方分之1 这个函数是个单调下降的 先把这点想 对不对 因为这个p是大于1的 所以显然 往这儿走 越来越小了 没错吧 好 那么请注意了 现在在这个 这个x x分之1的p次方 在哪儿最大呢 在这个k这个地方是最 在这个k的地方是最 最 最小的 最小的 对吧 在这个地方是最小的 往那边去呢 就会大一点 所以 整个说起来 只有在端点这两个是相等的 在其他地方 在这个k这个端点 他们是相等的 别的地方都是他要比他大 好 看一看这个式子 想一想 如果这一步明白了就好办了 你想一想对不对 想一想对不对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数啊 本来是个常数 我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怎么样 把它看成常数 一个函数 常数的结封 常数结封呢 本来是平的结封了 常数结封吧 结封 平的了 这是个常数 对吧 这是k-1 这是k 那么我换成谁 换成 这儿 那当然大了 放大一点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都大一点 对吧 这都比他大 好了 那现在这件事情 如果明白了 那这件 这个结封 马上就好处理了 为什么 放大了 我们又做了一个 set down的放大 这次放大呢 跟这个方 刚才讲的不一样 放大不能太狠了 对吧 稍微放大一点 好 看一看 放成什么 我们的目的 当然是很简单的 希望放大以后 能加起来 好 这个1我不懂 1没有动 1还是1 当然也可以写 加上 好 这个第二个 那就变成 1到2 x分之1的p次方 dx 放大了 所以3分之1 2到3 这个x分之1的p次方 结封 一直到最后 每一个都放大了 n到n加1 n-1 对吧 n-1到n x的p次方 dx x的p次方 dx x的p次方 dx 你看 区间正好连着 根据积分的可加性 就变成了 1 加上 1到2 1到n x的p次方 dx 比x 现在p大于1的 p大于1的 好 就切封 这可以切封了 这个意思造超 对吧 圆函数可以写出来 这是x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x的-p次方 所以圆函数等于x的 1-p除以1-p 然后下面写1 上面写n 好 那等于谁呢 这写得清楚一点 就是1 加上 请注意 p先大于1的 那么好 如果倒过来写呢 那就是 这个1-p 1-p分之1写在前面 好 这个p先大于1的 所以是x分之p-1次 先是n带进去 n带进去就是n分母上是n 没错吧 再1带进去 好了 现在我说问题解决了 这个东西 减1嘛 我不减都行了 为什么 显而易见 这个数是 现在是n 起码是1了 所以这个数 请注意 它是小于1的 所以它小于1加上 1-p分之1 这个-1不要减了 放大嘛 放大 反正它减它 不管怎么样 都小于1的 不要 放大 那说明什么 sn有界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放大 放出来一个东西怎么样 它有界的 其实我们都已经算出来了 它会小于哪个数 都一定 是吧 好 那就最后问题解决了 既然是有界 不分和有界 所以 这个结束 又是收敛的 当然了 有一问题没解决 收敛到什么数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它是收敛的 那个核是多少 我们确实不知道 只知道它收敛 对吧 那么好 最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结束 这个结论 结论 sigma n等于一道无穷 x的 n的p四方分之一 这个p结束 在p大于1的时候收敛 在p大于等于0 小于1的时候发散 小于等于1的时候发散 等于1当然也发散 那么当然了 p等于负的话更发散了 不用说了 负的话 那这个一般像不去0了 当然更发散了 对吧 其实呢 这一头不写也没问题 对吧 好了 好了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的联散性 这个技术啊 特别我特别要强调是极为重要的 以后我们做很多题目啊 收敛法善不好判别 用比较判别法就和它比 它是一个标杆 是一个标杆 可以呢 来讨论 好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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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